自这55岁 男性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三点门到四点之间 抛幅 控血 分解内脏 他理不开心 他还会继续办案 凶手有很严重的心理障碍 稀释别人的血液是为了消除对死亡的恐惧 是个警察不是就是英雄吗 聪明反备聪明误 他是一名有严重心灵问题的试解者 你根本不记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对写的渴求越来越紧密 他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马上就会有办法 身体的病只是诱因 心理的扭曲才是原罪 如果想探究人性借黑暗的一面 别自我以为是 你情感去世 却阻塞着情感不到 这就是你的心间 但你永远没有经过证明